今天10点不一样精选先来关注新加坡生育率下降 人口的结构迅速老化来看他们的状况 根据数据显示新加坡在2021年的时候 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占新加坡居民的16% 大约有63.9万人 增幅比10年前高出了7.3% 那么预估到2033年的时候 新加坡全国近一半人口都会超过50岁 所以要如何友善高龄长者的退休生活 成为了政府的一大难题 所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年度市政报告 就宣布价值403亿港币的支持计划 名为新加坡携手前进 希望鼓励长者尽可能的继续工作 他说将能够汇集140万的中老年人 干净整洁的街道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都会来到这 新加坡著名的景点之一 余伟市公园 新加坡不仅成为全球第五富有城市国家 还拥有国际金融地位 但钱多富豪多高龄化社会也名列前茅 如果你今天来拜访新加坡的话 你如果在路上遇到了每五个人 你其中的一个人将会遇到一个超过65岁的 引发勒林人士 那如果过几年后到了2030年 你如果来新加坡 你会遇到每四个人 其中有一个人将会是超过65岁的 引发勒林人士 所以我们真的很认真去看待这个问题 新加坡生育率下降 人口结构迅速老化 根据数据显示 新加坡在2021年时 65岁以上人口已经占新加坡居民的16% 大约有63.9万人增幅 比10年前高出7.3% 预估2033年时 新加坡全国有将近一半人口 会超过50岁 所以要如何友善高龄长者的退休生活 成为政府的一大难题 50岁到65岁的亲熟林人士们 他们的事实上 他们的负担跟压力 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大 所以他们现在以这个 新加坡洗手前进计划 这个东西来帮助他们 以长期的规划来帮助他们 所以他们现在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说 他们给旧月的储蓄发红 所以只要他们还在工作 如果他们的公积金低于 新台币230万元的话 他们给予每年多1000元的资助 退休的储蓄发红 就是说不管他也没有工作 给一次性的新加坡1000块 大概是台币2300元的 医疗储蓄计划 所以这个钱只能用在医疗 或者是保险上面 其实新加坡一直有推动 储蓄政策 现在更宣布投入70亿新加坡员的 新加坡洗手前进运动 针对1973年或更早出生的 新加坡公民 提供就业储蓄分红 还有退休后的退休储蓄分红 以及保健储蓄分红 要抵挡高龄社会的浪潮 不仅提供公积金 协助中老年退休后的生活 政府也鼓励中高龄就业机制 提供年长者的职场友善 我觉得政府是鼓励中高龄就业的 就是他会有几个措施吧 第一个他把退休的一个年龄 很强退休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鼓励退休后的这些老人 然后去做一些服务业的一个东西 就是加坡政府其实是挺有眼见跟有钱的 所以说他们其实会把很大一部分的钱 然后拿去去支持 比如说对于40岁以上的这个员工 他们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课程的补助 比如说让他们去学习这个安全 就是网络安全的一些课程 然后让他们去学习一些新的一些科技还等等 新加坡在社会福利政策上 还宣布将调整组屋政策 新组屋项目分三大类 像是位于最核心的黄金地段组屋 购物者将享有最多津贴 但同样也有严格的收屋限制 包括禁止出租整个组屋单位等等 落实公民住宅政策 目前他的年龄中位数大概是超过40岁 所以跟台湾的情况是差不多的 新加坡过去的政府政策是强迫国民储蓄 所以一般的这些人 一般的人他退休的话 都有一定的这些年金等等 但是因为这两年新加坡的通膨非常的严重 尤其是包括住房等等 靠这些过去他们的这些储蓄 或者是政府的年金 其实对年纪大的人来讲的话 他的这个本身如果说财力不是很凶厚的话 他的这个生活会非常的吃力 所以也必须要去提供一些 这些老人家更多的一些工作的机会 从住宅到储蓄 保健医疗 新加坡政府加快推动新措施 而同样是老年化严重的台湾 高龄社会的配套措施 也得跟上脚步 体育卫新闻 于心汉流军台北采访不到 中国大陆的青年失业率还没有缓解 根据大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总体经济 7月全国乡镇的失业率是5.3% 比上一个月上升了0.1个百分点 而6月的青年失业率已经突破了21.3% 创下了历史新高 所以他们是宣布7月之后 就不再公布青年失业率的数字 有专家就分析 这样子的盖牌 恐怕青年失业率 是比实际公布的状况 还要严重太多了 在办公室里忙着处理网路品牌失误 去年从上海回到台湾 刚刚创立宠物用品失业 从猫杀到科技业的耗材 通通都有 我在上海其实在上海待了9年 回来的原因是因为 我之前在上海是开餐厅的 整个封城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 寄望于开放 就是解封以后的 会有个消费爆发行情 然后到9月以后 整个社会氛围还是 日趋严格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就决定说 那就是陆陆续把门店都收 就关门 然后一直到12月 然后结束了 然后1月回台 2016年到上海 创业开餐厅 经营5家分店 不过在疫情爆发后 上海风控重创餐饮业 Cliff决定收掉大陆事业 返台重新开始 中国经济确实是出现 目前是出现在下行的阶段 由于去年的 整大规模的风控原因 大家的收入不稳定的情况下 其实大家就不太会 愿意去消费 其实那时候 在上海的时候也会感觉到 其实就是线下 就是在逛街的客人 其实非常的少 今年大家都会 都有反应说 比较难找工作 因为整个释放出来的工作量 是比去年少的 观察到大陆 目前的消费力道还没有复苏 赶紧撤出中国大陆市场 同样受波及的 还有它 原本在台湾知名饭店 担任甜点主厨 2017年到中国大陆 连锁餐饮店工作 也是直到疫情爆发后 才返台 回来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那时候回来 其实蛮仓复的 原本我任职的公司 现在也是结束营业的状态 那当人不能出门的时候 服务业自然 他没有办法隐喻 最后员工也就是 慢慢离职 最后公司收掉 幸好在疫情前离开 才没遇上大陆风控 影响工作 现在在台湾自己 创业开甜点教室 三年多来 也在各地巡回教学 朋友他本身是做 影剧 影剧权的 影视权的 那到后来 其实他们也没有工作 可以做 没有案子可以解 所以他变成是说 白天在写企划 他晚上就去找餐厅 去打工 因为是说 他要多花很多很多的力气 但是他连生活 连房租可能都交不出来 大陆国家统计局 公布了总体经济 7月全国乡镇的失业率 是5.3% 比上一个月 上升了0.1个百分点 而6月的青年失业率 已经突破了21.3% 是创下了历史新高 不过7月已经没有公布 青年失业率的数字 专家就分析 恐怕青年失业率 是比实际公布的状况 还要严重 中国大陆16到24岁 青年失业率 已经达到21.3% 相当于每五位年轻人 就有超过一人 找不到工作 不过官方数据 只计算了城市失业率 二三线城市 乡村地区都没有纳入 就有北京大学教授推估 青年实际失业率 恐怕高达46.5% 有将近一半的青年没有工作 就是外国对中国大陆投资 副成长 尤其出口的外资 聘雇了大量的人工 等于他的投资减少 当然他聘的人会减少 另外一块是谈了很久的 就是民间的投资动能不足 所以呢 整个民间大概 南瓜西纳大概八成左右的 就业人口 所以民间的投资不足的时候 当然失业率就会高 民间最主要的就是 房地产业 然后网路平台 阿里巴巴 或者是微信 青年失业率直线攀升 很大的因素 来自于大陆国内需求 仍然不足 在房地产数据上 今年前七个月 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 24.5% 指标名气地产商 恒大跟碧桂园 传出债务危机 国有房企 远洋集团也爆雷 纽约时报就指出 中国大陆债务累计 占GDP将近三倍 高达百分之二百八十二 甚至比美国还要高 它的经济成长 最主要靠的就是债务的推动 如果你的投资效益 不足以还你的借来的钱 那就变成债了 现在更麻烦的是 当你经济在衰退的时候 那你更没有钱还债了 疫情解封后 大陆经济日趋疲弱 加上全球经济仍有不确定性 何时才能谷底反弹 恐怕只能先打上问号 TVB新闻 于兴汉刘军台北采访 五斗 中央跟基隆市府力推 基隆捷运的新建计划 但看看台北捷运 光靠载客 平均每年亏损近15亿元 放眼全台的捷运 无一不亏 虽然公共运输工具 本来就不是要盈利 但是长期的财务压力 也会引发后续的一连串问题 中央就提醒基隆建好捷运之后 才是面对问题的第一礼路 这里是巴渡火车站 未来这个地方呢 也是基隆捷运一个非常重要的站点 未来会做成一个双铁共共的形式 力拼在2032年底前能够完工 只不过讲到捷运这件事情 不只是新建很有难度 未来在营运上面也很艰辛 从巴渡到南港 全长大约15.59公里 基隆捷运横跨了基隆 台北还有新北 预计共设置13座的车站 总薪费高达597亿元 而西隆市预计将分担53亿 为了能够减少财政负担 将会成立30亿元的捷运建设基金 任何一项公共建设来说 它要满足的 不是只有财政的这一个方面 它还要满足所谓的 这一个产业的升级 还有居民生活的便利性 还有各方面的一些需求 综合评估之后 才会投入这样的一个资金 去做投资 毕竟政府不是盈利单位 所以比较难去说 你要如何去回收你的成本 达到交通串联 同步刺激经济商圈 但是捷运启用之后 维护 营运等各项成本 也得要有心理准备 因为除了捷运本业以外 仰赖车站广告 或是地下街出租等副业 来弥补差额 想要减轻财政压力 效果恐怕还是很有限 曾文蔡副院长讲说 预估的价值差不多40亿 我觉得有点乐观了 有点过于乐观了 因为我们这40亿是包括你招商成功 而且土地开发得当 但是像说我们基隆 现在目前的基隆塔 现在目前的话 我们每年要烧2200万的预算 来去维持这个基隆塔的维护成本 而当初林佑昌市长任内建的时候 他说会去招商引资成功 那我们基隆市基本上不用付钱 可是招商引资是现在状况是失败的 那未来同样的状况 同样的窘境 会不会发生在基隆捷运上面 我是希望说有一个 更整体性的财务规划 就怕一个太乐观 捷运成了不见底的大乾坑 看看全台捷运本业 通通都在赔 最早发展的台北捷运 也是最多人搭的 一天运量可以高达200万人次 但是在本业2022年的亏损 仍然是突破 15亿元 细看其中仅有板南线 还有淡水信一线 两条路线是赚钱的 其余三条 统统赔很大 至于台中捷运 通车至今 累积运量突破1700万人次 但是到今年底的总亏损 累积也是上看30亿元 而高雄捷运 日运量约17.9万人 今年运输收入 已经亏损约6亿 预估到年底 恐怕也会亏损将近8亿元 桃园捷运也不乐观 日运量约7.6万人次 去年已经惨赔了9.28亿元 而今年目前已经亏损了6.57亿 预估全年度恐怕将会上达9亿元 捷运的营运是属于大众运输工具 要创造利润 本来这是不可能非常困难的 虽然说捷运是公共建设 可能不能单纯的去用盈亏来判断 但是并不代表捷运亏钱 是一件合理或是理所大的事情 假设我们的公共运输 一直没有维持在一个 长期财务平衡的状态的话 那这会导致业者的现金流不足 而进而去受限于这样 去降低它的服务品 最后其实受影响的还是社会大众 随着大型建设的规划 交通带动地方全面发展 只不过在捷运的便利底下 也要同步扛起随之而来的财政压力 记得新闻中的荣诚文学台北采访报道 短影音风明年轻时代 又因为节省时间又具有娱乐性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专栏指出 长时间沉迷于短影音的年轻人 可能变得难以专注 对阅读跟协作产生很大困难 点开网络 短影片配上音乐 有趣的内容吸引孩子们目光 不论是恶作剧搞笑 体育运动 可爱宠物等任何题材都有 每日大约15秒的短影音 已成为一种流行 因为短那是时间 就是好笑 然后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3C时代就怕孩童沉迷于网路 该怎么拿捏使用时间 及筛选观看内容 就显得格外重要 两到三天 就周末两天都可以 还有礼拜三 最多不超过一个小时 然后中间半小时要休息 现在的小孩子 因为3C看得太多 所以在学习上有一些注意力 比较没有办法集中的状态 而且他们会对于比较长时间需要阅读的内容 显得没有耐心去读 那我觉得这个对小孩子其实非常不好 我们会透过这样子管理上网的时间 然后一起做一些比较深度的讨论跟对谈 就是让他们对于事情的看法是可以比较深入 那这样子可以让他们比较不会说 什么都只想看很短的啦 很刺激的 努力平衡孩童线上与线下的活动时间 才不会过度接收刺激内容 TikTok短影音协卷全球 总下载次数超过20亿次 分布在全球154个国家 不少社群媒体是跟上这波热潮 就连YouTube都开始使用Source短影音 IG 脸书 Line等社群平台 也效仿推出类似功能 但对长期沉迷于短影音的年轻世代 无形之中却带来危害 长度只有十几秒的短影音 在青少年中大受欢迎 不过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 这种短影音会对人们的专注力 甚至对大脑造成影响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专栏指出 长期沉迷短影音的年轻人 因为习惯接收短暂刺激 变得难以专注在阅读写作上 在极短的时间内 促进大脑产生多巴胺 出现抖音脑 导致注意力下降 及用户成瘾的情况 这个跟我在教学的领域看到是一样 尤其是疫情这三年 你就是可以感受到学生的注意力 非常非常的短 就是说他你上课的时候 你跟他讲一个事情 他可能前几秒他会听进去 隔一回你再继续往下 交同一个主题的时候 他有可能就会有点晃神 那学生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跟华尔街日报提到的 就是普遍大量收看短影音的人 他的注意力专注力是在下降的 他的那个长度越来越短 这跟电视的原理事实上是一样 过去也有人做过这样子的电视研究 因为当我们睁开眼睛看电视 到电视的原理的话 大概我们第一次眨眼 电视就已经给我们26个画面 所以如果我们习惯 这种短型的这样的一个影片的时候 会让他们比较近不下心来 他们当然没有办法看白子黑字 来读一些相关的讯息 所以也会相对对他们的生活 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甚至在这种演算法里面 每一个影音都是他喜欢的 他沉溺在那个的时间上 会比较长一点 在判读讯息 再加上他可能会没有办法 静下心来 这些通通都是会是 对他们影响比较大 短影因成影是一大问题外 像是抖音也欠缺保护青少年的 使用机制 容易推波有害但流量高的内容 专家表示 政府应修法借近国外经验 对抖音进行法律管制 就去年台湾也是要通过 那个中介服务法 可是很不幸的事实上 说后来就停止讨论 那欧盟就觉得要纳关 尤其事实上是对于孩子身心健康 有影响的 甚至对他们国人 事实上是有一定程度的 都有一个所谓的 申诉裁罚机制 台湾现在是网路上 事实上是没有纳关 这也就是我们很期待说 政府是不是应该针对 妨碍扰上身心健康 甚至带有那个什么 自虐自伤的这样的一个短影音 都应该要来制止的时候 那是不是对于国外的境外 导入来的 那我认为事实上是要纳管的 短影音就像毒品 一旦使用就容易上瘾 如何帮助青少年善用软体 减少负面影响 也成了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 TVBS新闻 严认生刘彦轩 台北采访报道 健康话题来关注 逼肝代元者 其实大多数没有症状 要如何知道自己 是否是逼肝代元者呢 医师表示要做血液检测 而事实上台湾多数是垂直感染 特别提醒 逼肝代元者多数没有症状 如果要知道自己 是否是逼肝代元者 必须做血液检测 台湾多数是垂直感染 若妈妈有B型肝炎的民众 一定要检测 是否为B型肝炎代元者 陈小姐一出生 就验出B型肝炎 每天一上班 要处理交办事物外 还有内部沟通 与对外联系繁琐事物 对她来说 即使工作再怎么忙 都会遵从医主指示 按时服药 母体垂直感染 所以是一杯子 都要规则地追踪 我的B型肝炎 因为是健康的代元者 那平时就是吃东西的时候 就是尽量挑新鲜的食材 那我都会尽量不吃罐头 不吃腌制的东西 B型肝炎的这个传染途径 有一半是在你 在妈妈生下你的时候 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我们叫垂直的传染 因为B型肝炎病毒 它是透过我们的血液 体液 常讲就像生殖液 精液 这类的这个体液跟血液传染 所以在妈妈生产的时候 一个母亲母子的一个锤子传染 所以我们叫做锤子传染 有一半的代元者是这样来的 B型肝炎是一个不容易痊愈的疾病 那一般的临床证据显示 一旦得到B型肝炎 会完全痊愈的机会并不是很大 那如果已经到肝炎化 那要痊愈的机会是更低 不过还好现在有非常好的药物 那可以有效来控制B型肝炎 那只要针对需要治疗的病友 长期让他们接受好的药物治疗 那即使肝炎跟肝炎化 没有办法痊愈 不过一般来讲 是可以得到相当大的改善 那很多患者经过长期治疗 肝炎化甚至有机会变成了 没有肝炎化的情形 B型肝炎的话 它早期可能没有症状 我们说有很多是健康的代言者 它是没有症状的 你根本不知道你有B型肝炎 所以你要知道你B型肝炎 可能要透过体检啊 或者真的很早期 你刚好有点小小症状的时候 你去看医师 医师给你检查 不少B型肝炎者有慢性疾病 像是糖尿病高血压等 除了药规则服用原来的药物 也要听从医嘱服用B型肝炎药物 B型肝炎本身代源这个部分 要让代源消失不见 它的难度是比较高 所以B型肝炎的治疗的目标 并不是让B型肝炎变不见 但是我们长时间的治疗 可以避免肝脏慢慢的前维化 到最后进展成肝硬化 甚至感染 B型肝炎怎么诊断 只需要我们检验血中的B型肝炎表面抗原 就可以诊断 如果确定是代源者 原则上建议每半年定期为诊 抽血 变胎儿蛋白 还有做腹部超音波检查 B型与西型肝炎是台湾常见的慢性肝炎 这两种肝炎都是一种传染性的疾病 但是这两种肝炎一般是没有症状 像是盛行率比较高的B型肝炎 需要从表面抗原来做诊断 台湾全面施打疫苗之前出生的人 其实是有很高的盛行率 这些人我们目前可以依靠 成人健检在45岁以上 可以做一次的B型与西型肝炎的检验 由于这些人基本上都没有症状 所以我们需要定期的去追踪 他的抽血以及他的超音波 B型肝炎跟肝炎化一般来讲 因为不容易从表面上看得出来 所以目前最建议就是我们的国人 那45到70岁 79岁假设没有做过任何B型肝的筛检 那一定可以到医疗院所做一次 那政府免费提供的筛检 那在治疗方面 那B型肝炎跟肝炎化 那临床医师会结合各种临床的数字 再加上超音波检查的结果 医师提醒B型肝炎者吃药的状况下 因规律追踪检验病毒状况 即便在没有接受药物治疗的患者 更应该定期的接受抽血与超音波的检验 早期发现尽早治疗 避免病情恶化 TVBS新闻 陈如环 罗士鹏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